贊嘛 施馬縱火馬 啊江湖人智慧 就跟...一樣 riktig 就跟... 這樣狀況一模一模一樣 直接行去當台 冷택浴的全掛 活在自己的謊言中 推的還這個太離譜了 胡說八道 他是個騙子 這個騙子欸 技術很差 很爛的騙子 政治人物當不當得好 能不能夠當選 其實不是看本事 clairement 命運決定性格 性格決定將來 性格太差了 兩個星期在罷免投票進行投票你會不會投票會的57.1% 25%就過關了 57.1%就掛掉了不會的沒有意義嘛 不會沒有意義嘛對不對不會就沒差我們現在在57.1% 我們現在這個只有25%就過 所以他57.1%問題結果再差再差 除非當天有什麼大疫情爆發 再差有個47%嘛 過25%一定過 好那些問題說過25%我們剛剛算了 在前面一個議題就是支持跟同一罷免跟不同一罷免 你要看這個問題 同一罷免跟不同一罷免說 他同一罷免是37%多嘛對不對 37.2%你看 那你這個57.50%裡面有一半人來的話 你用37%跟25%來比的話 差距還是差10幾% 這個就是19嘛 好我們假設 假設現在兩個差12 就是今天第一個會成局 25%夠了 他會到到達門檻 會投票那天 兩邊現在 所以一個問題你剛剛告訴我 剛剛正好問我一個問題說 到底陳柏惟現在決定核還是戰 對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 他自己都還沒有決定 那我先問你看這個數字 讚嘛 只有讚了嘛 你一定過啊 十馬當活馬 十馬當活馬 好 老江湖的智慧 十幾千喔 十幾千很難講 每天都有變數 這個裡面就是說 3Q不是現在37.2%喔 3Q如果算 這樣這裡面有年輕人加權 投票率會比較低嘛 可是好啊 就算是實在的好了啦 他只差12%喔 應該是這樣講 你冷處理 那就變成這邊氣勢越來越強 對對對 你冷處理 你冷處理 他37.2%會變什麼情況 就一直強嘛 就算這樣一點好了啦 對啦 也是高速 就跟韓國瑜一樣 韓國瑜沒有 就跟韓國瑜的狀況一模一樣 你坐下來去往台嘛 所以今天這個局 要能夠過關的唯一機會 就是戰 因為你戰下去的話 可能還有12%過 你看罷免到現在 冷處理的全掛 韓國瑜跟王浩宇掛 黃潔是應戰過喔 黃潔應戰過是當時 因為打到那個韓國瑜的氣氛 加上陳其邁的選舉 還有民進黨的總動員 還有那個地方是屬於台高雄市區 那都市選民的動員 沒有許智傑很強 許智傑很強 鳳山對 許智傑全力久 所以當時的情況是黃潔條件很好啦 講白的啦 但是你看只要放棄的全部都掛啦 韓國瑜掛 所以我們用今天這幾個數據來告訴3Q總部啦 不是啦講錯 陳柏惟總部啦 今天你去拼下去的話 你還有機會 如果你不拼的話 你就文死 文死為完 現在只剩10天的時間 那我今天我看他的樣子是還沒有決定 還不是說10月10號決定 我今天認為3Q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剛剛講的這句話 都活在自己的謊言中 因為3Q今天就是 第二段我就要講他的問題了 那他的人格特質裡面喜歡說謊 因為如果說我吳子嘉碰到3Q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態度跟他完全不一樣 我公開承認 我有報告 我有賭博 我有趙棠 我通通承認 承認然後跟你對決嘛 所以說他去當什麼製薦人啊 我覺得這個吹的太太離譜了 他怎麼可能去當 我第一次看到 那就不用靠這個啦 什麼反送中 然後講反送中這個 其實我對3Q這個人沒有什麼定見啊 但是我最討厭他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反送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騙人 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對反中 或是反送中 或是對抗中這個意識形態 這個是一個大議題 這個大議題 你要有知識做基礎才能去反中 你知道嗎 他是胡說八道 他是個騙子 你知道嗎 民進黨有很多這種騙子 他只是這個騙子 技術很差 我跟這個香港的民民 大概簡單報告一下 他是一個很爛的騙子 就假鬼假鬼 不敢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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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意識的同意 把3Q抓抓過來 來那邊送死嘛 所以這個就是要讓3Q去送死 那3Q本來就是一個 有路不住的嘛 本來就是好就玩的混的嘛 他把小藝人都沒選中過來選擇 他就是混的嘛 他媽他沒有不敢幹的事情 反正他有 對嗎 有算有贏民啦 有算基本的機會 他就過了今天沒有明天 結果就沒想到形勢急轉直下 9月我們開始殺韓國瑜之後 韓國瑜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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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當不當的好 能不能夠當選 其實不是看本事 運氣啊 是看運氣 真的是看運氣 一對一選舉 都是運氣的 好感謝網友董內 第10題 陳柏惟現在最好的辦法 是躲在家裡不出聲嗎 感覺他躲到幾天 躲幾天就沒事了 不行不行不行 當下我已經講了一句話 如果現在沒有罷免案的話 他躲在家這些案子過幾天就沒事 可是現在有罷免啊 現在已經樂戰了啊 他如果再躲的話就掛了啊 陳柏惟的問題啊 就是一個他的個性問題 因為性格決定 民運決定性格 性格決定將來 那這個問題就是陳柏惟的問題 是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太差了 你叫小腳壞了 你知道嗎 今天是我是陳柏惟 我跟你講 我每天在路上給你幹 我跟你講 我輸也沒關係 我絕對跟你拚了 我從頭到尾 我做的事情通通承認 通通承認嘛 通通承認 誰能不換錯嗎 一千塊錢賭博 他不敢承認 我昨天在拍他都發現 黃金平賭博輸贏上千萬 沒關係 你媽去搞什麼嘛 不好意思沒有 一千塊就不發行 彪哥那時候喝花酒 彪哥花了千萬 一千多萬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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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喝一千多萬的酒 我想坦達好不好 在早年我在出來做生意的時候 說在兩千年媒體 在九九年九八年那個年代 台灣 經濟請 演講目 那沒什麼啦 真的 正好我告訴你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千萬 真的啦 一年一千萬就是一年一百嘛 一個月一百 不到一百 一百五二 開酒就可以開一百啦 對不對 這哪有什麼東西 現在喝得要死啦 喝得要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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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爽到 你們沒爽到 沒爽到 沒爽到 好 現在大家在計較陳柏惟一千塊 一千塊就不夠薪 柯建平在那邊一個麻將贏一千萬 那你搞個屁啊 這種人也要做幾位 去做理長啦 嘗嘗嘗 做理長版 嘗嘗 3 Uno 非常有的 我們都想跟它出來 動物 都找到 木櫈 ин Jon